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上一节我给您讲了受陶的画法 受陶的画法很多 比如说勾线 然后再染 或者是呢就是点都 也就是说呀 直接拿毛笔沾颜色 然后呢一点点去画 这个具体的颜色呢 变化也很多 上一次呢给您讲了 就是粉红色的陶 我们用的是白粉 鼠红还有胭脂 让那个桃尖啊 突出一点 桃尖呢比较红 然后逐渐逐渐的往下来呢 越来越浅 如果染匀了 也就是平了 那个受陶就鼓不起来了 其实这个方法呢 这个点都的颜色 那变化很大的 今天呢我准备啊 再给您讲一种啊 其他颜色的这个画法 但是在讲之前呢 我得先跟您说一说 就有的同学提问题 说这个寿陶我们画出来以后 补什么景比较好呢 您看在上次啊 我讲的时候 给您讲了敬物 同时呢 咱们将来还可以画 长在树上的兽陶 但是长在树上的兽陶呢 不能够光化兽陶 还可以补一些鸟 我们毕竟是协议画鸟画嘛 有鸟呢它更生动 想起来啊 上次我讲过麻雀 麻雀咱们讲的时候呢 是一点三线这种办法 今天咱们要是补景呢 在掌握麻雀的基础之上 我再给您讲一种新的鸟 这种鸟呢叫兽带 下面我们要讲兽带鸟了 先说一说颜色啊 我们要画鸟 有几个颜色 一个是猪标 或者是猪沙 还一个是鼠红 还有一个胭脂 当然还有墨 一会咱们再说 主要是这三个颜色 现在我拿蓝竹笔或者是白云笔 先调 猪标 调到笔根 您看我每次调的时候 只要把笔根压下去 和盘子啊接住 这样的话呢 都是啊 笔根上要有这个颜色 好 刮一刮 然后用它来调属红 现在不要全压下去了 这说明啊 调到了笔度 好 我再调一点胭脂 提着调啊 一看就知道了啊 笔尖上是胭脂 往下一点呢 是属红 再往笔根 这个是猪标 有这个变化以后 您再往上画 那就有变化了 画的时候啊 看好了 这个鸟朝哪边 笔尖要对着它的头 我现在啊 先画一个 是背后向着咱们的 选一个位置 选的这个位置一定要注意啊 不要一上来 正中间 就是在对角线的 正中间 上下来说 咱们也不要在最中间 可以躲开一点 好 我选这 选这啊 看啊 侧峰下笔 我画的慢一点啊 这笔下去以后啊 它是这样的啊 前面深 后面浅 笔尖因为深 所以就在前头了 往下画的时候呢 逐渐逐渐改成笔度 笔根 往下画 所以这一下笔 它就有变化 有的同学啊 特别拘谨 就拿毛笔尖去描 描来描去 您所用的全是笔尖上的颜色 笔根的颜色没有用上 啊 定一下它的翅膀 那边啊 有一个小翅膀啊 露出一点来 好 我现在啊 是调一点 腌制 我再加一点 墨 这是腌制加墨啊 它的飞语 显得是比较硬 因为它要飞起来 所以呢 我们在画它的时候呢 加一点 深的颜色 啊 腌制 加点墨 就好了 现在呢 我把它 稍微洗一洗 把这个尖洗一洗啊 在这儿洗一洗 洗一洗以后 它这点有那个 尾上腹雨 就是 呃 这个尾雨啊 在没出来的时候呢 有点小羽毛 啊 这个是干嘛呢 是为 画这个尾雨 来做一个准备 它把它衔接在一起 是这种情况 啊 那好 我现在还是这个颜色 主标 鼠红 然后腌制 看好了这个鸟啊 这个鸟是这个方向 下面画它的时候啊 给它气 要灌啊 要灌 这么走 这么走 虽然这是没有落指 是空中走啊 到以后 往下走的时候 边走边往下按 就是说啊 上面虚 下面实 啊 它这尾巴比较长 啊 两边呢 在有点虚的羽毛 要不然它太孤立了 好 这是把整体这样画出来了 我现在把这笔放在这啊 换一个毛笔 调墨 我想让这个 呃 头往前看 就往前看 想往这边看 就往这边看 啊 呃 因为原来我说过 脖颈 是一个轴 啊 这个轴呢 可以让这个头啊 三百六十度的去转 啊 呃 我现在把这个鸟啊 呃 放在偏左了 如果再往左边看 这边呢 就太窄了 所以呢 让它回头 回头以后呢 往这边看 啊 呃 看好了头和身子 大致的距离 这样呢 我就画个眼睛 这个眼睛啊 呃 是圆的 但是啊 您听了我这几次课 都了解到了 就是圆的东西 不要画特别圆 啊 在圆里面呢 有点见方 啊 也就是 宁方物圆 您看我这几笔 它是这种特点啊 呃 眼睛 它可以 用两笔来点 点出以后啊 上头有一小缺口 这小缺口是什么 是高光 啊 这样显得呀 眼睛亮 为了让这个眼白也亮 所以我们在眼前眼后 补几笔 实际上是反衬 反衬完了以后一看呢 这眼白很亮 这眼白很亮 然后从这啊 画嘴 上片嘴厚 下片嘴薄 这有一个小的鼻孔 啊 画嘴的时候 先画口缝 然后上片嘴 下片嘴 这样出来啊 画到这以后 看看脑门 在这呢啊 这样 这样往下去 点嘟啊 点来点去 最后 和刚才所画的 这个身子 给它接上 接上 啊 给它安上 就可以了 它是 头和它的脖子 都是黑的 啊 然后从这啊 跳出一笔来 这就是刚才所说的 关语 好 我们画到这以后 把这个笔啊 稍微的洗一洗 啊 或者是呢 换一只啊 换一只 省得洗来洗去 调点淡沫 水分不要太多 把胸 腹 大腿 画下来了 啊 这样了 这一个鸟 大致的一个样子 就算出来了 啊 呃 这个爪子啊 咱们可以把它 画成黑的 就是墨 啊 也可以呢 拿湿青去画它 这都可以 啊 这个湿青啊 也就是 呃 三青 刚才我没有讲 这个颜色 是因为啊 可以用墨画 三青也不要单用 加点墨 让它 沉稳一点啊 呃 呃 那现在呢 我画画枝子 呃 我为什么先从这个鸟开始画呢 因为这个鸟要挡住枝子 它是背朝着咱们的 枝子呢 在它的后面 它尾巴很长 啊 如果说呃 那先画枝子就没有它的地儿了 我现在用了一个中等大小的提兜笔 调的是呃 比弹幕稍微深一点啊 看好了气势 这个不要平着走 要让它呀 有点变化 有同学看到这儿说了 它没站上 我在留余地啊 留余地啊 想让它站上 它就站上了 这画了一个小枝啊 小枝 站在小枝上 没站在大枝上 这样呢 完了以后再找它 这是一个枝子上去了 啊 这有个小枝 那好了 我在这儿啊 咱们一只鸟 觉得不够 我再画画 还是拿 蛋末 准备再添一只 这一只呢 不能背靠着咱们了 背朝着咱们的话呢 这没法添了 只能够凶 对着咱们 等于这两个小鸟呢 是相对的 把胸定一下 定完了以后 咱们用浓一点的墨 头大致在这个位置啊 眼睛 眼珠 眼前 眼后 然后 嘴 口缝稍微长一点 口缝一定要到 眼睛的下面去 然后上面 上片嘴 这有个鼻孔 下片嘴 你要是愿意让它张开 简单的画一条线也行 从脑门这开始 这笔呀 这笔呀 往下去呀 就压下去了啊 这是嘴 给它挤出来 这是下边嘴啊 挤出来 接上 和刚才画那接上了 好 在这儿啊 握下去 往上一挑 出现点非白 这是它的官语 行 把这个笔呀 先搁在这儿 然后 看好了 这是主标 鼠红 胭脂 这儿啊 这儿如果露一点也行 不露也可以 再加点 深的 调一点墨 简单就这么几笔 把它稍微洗一洗 稍微洗洗 那个 飞语画完了 画完以后 该画 下面长的尾巴了 这尾巴的特点 是这样的啊 这个鸟有公母之分 公的鸟呢 尾巴长 母的鸟呢 尾巴短 这是一个区别 如果您画的 就说两尾巴一样 一样长 这不合适了 还有一个 就是尾巴啊 它有个正反之分 您看我现在画啊 为什么画浅了 咱们拿这手做比喻 掌心里面浅 外面深 这个鸟的尾鱼 就是这样的 外面是深的 里面是浅的 这是要注意的 还有一个注意 两个尾巴不要平行 咱们在画里头啊 要打破平行 我现在先把它的 爪子画出来啊 用三清 加点墨 我们下面呢 画画头啊 我现在拿一个 中等大小的 提斗笔 先调 珠标 如果觉得太红了 加上一点 藤黄 调一调 这样可以跟那个鸟啊 颜色有点区别啊 刮一刮 水分不要太多 然后 调点薯红 调点腌制 它现在啊 比尖上比较深 比较深呢 我现在这样下去啊 这样走 走 然后呢 我还可以 寸一寸 擦一擦 圆的嘛 哎 立体感出来了 所以在 这些 所以在 运笔过程当中 是有技巧的 咱们再画一个 主标 下面是薯红 尖上是腌制 更垂一点啊 用尖来画 然后逐渐改成根 转过来 我再补充点 笔尖的色 这么过来 然后把那个钩 表现一下 我这笔 躺下去了 这一笔 从尖立着走 到躺下去 它这个变化就有了 这留空白了 留空白 好 我拿根来擦它 不要拿尖擦 尖上颜色太深 稍微擦一擦 这个交界 是与实与虚的 对比来交界了 我画这个 嘴的时候啊 我考虑到了 这个嘴朝这边 那这个嘴都变化一下吧 就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我觉得啊 学画 应该学思路 既要学怎么调色 还要学怎么运笔 把这个都掌握了以后 如果说不学思路 不会创作 所以关键的 如果说有些同学 有基础了 那你啊 关键要在思路上 要去学习 好 下面咱们调末啊 从这边先入纸啊 先入纸 这么走 但是这两个呢 现在是锻炼 我让枝干的 这么走啊 找在一起 这样我把它 联系在一起 这个好像是大树上面还有枝子 回过来 这么一个枝子 我把它画完以后 我下面再打一个稿子啊 这是什么稿 叶子 这边还有叶子出来 我现在把笔上一上 先调绿 这绿颜色啊 是花青和藤黄 但是总的来讲 花青应该多一点 花青多一点 要不然叶子就干枯了啊 好 在尖上的变化 一种变化是 加上花青 花青 这叶子啊 从外往里画也行啊 从里往外画 也行 这都很随意的 这点是衬托桃呢 我加点墨 加点墨来画 都可以啊 来一点腌制 这是为了 把这两个推开 所以中间加个叶 我加点水 加水以后呢 是为了画 稍微淡一点的叶子 行了 叶子千万别画太多了 这个头啊 咱们拿墨画的 比较浓 刚才呢 还留了点这个白 现在呢 用三青 把这个空白给它堵上 在墨上的 再画三青啊 千万别太厚了 厚了以后 把墨盖住了 这张画啊 看着就不好了 把它都给弄上啊 好 墨盖不住 现在把这个白的地方 给它盖上了 墨上它也有 有一点蓝 然后再调深一点啊 深一点 在它的关语 机关子的关 这稍微提一笔啊 关语这个部分 是比较明显的 比较明显 呃 刚才那个 追法子啊 不明显 那这个时候啊 我再拿这个浓的 再提一下啊 在刚才那个颜色上头 又画了一下 这等于两遍 这就清楚了啊 行了 那个呢 呃 那边自己挡住了 咱们就先不用去画它了 啊 呃 下面把它 洗一洗 洗一洗以后啊 我们可以用淡者石 或者是淡的 珠标 这珠标里头加点绿 加点黄 加点蓝 这就是 褶石那个颜色了 接近啊 等于是淡褶石 现在需要把 这块白 给它稍微缩小一点 这样就 和谐了 这点 缩一缩 这缩一缩 呃 别给它全涂上啊 前头石后头须 好 这胸这也是啊 嗯 这点 胸子 这是白腹 白肚子 白胸脯 呃 呃 呃 这个嘴呢 我们 有的作品上啊 用画黄嘴 可以 也可以画蓝嘴 看需要 这张画呢 如果说画黄的呢 也还比较好 眼睛这点 把眼圈 稍微的染一染就行 里面不染色都可以了 是吧 呃 这眼圈呢 就是刚才拿浓墨化的 是吧 显得有点太愣了 拿淡褶石呢 给它稍微的润一润 可以了啊 下面呢 我们等了一会儿了 可以勾金了 您记得上次 我给您讲过 勾长金 勾长金啊 一个 主叶金 然后呢 小叶金 叶子要有变化 勾叶金呢 别太规矩 主要思路上考虑 叶子的变化 什么变化呀 前 后 呃 什么 正 侧 辅 阳 这些变化 画叶子啊 要像画素写似的 这样啊 它就显得 比较潇洒了 潇洒就自然了啊 我们有些同志啊 呃 开始学的是工笔 所以画这叶子啊 都特爱规矩 画出来以后不好 容易显得板 所以在学的时候呢 呃 适当的也得考虑 怎么样画得更放一点 更潇洒一点 这也是个课题啊 把笔稍微洗一洗 调一调啊 黄 挂一挂 主标 鼠红 不要胭脂了 等于啊 整个的颜色往后退了一步 啊 刚才是胭脂打头 鼠红点 现在胭脂不要 鼠红打头 是吧 然后 主标还有一点腾黄 为了什么呢 画虚的 我现在感觉啊 这点啊 这点好像头 不太多 这个头啊 位置在这儿 往上看 往上看 这条线 别添了 不添那边啊 我想要浅的 我就 拿根划 这边也可以出去点啊 这笔一滚一走 行了啊 这点呢 这有个角 我把它填住 这个桃啊 好像挺多 但是又数不过来 这啊 拿根划啊 这笔一滚 行了 啊 错落 什么叫错落 别对齐就是错落 这边往这边 这边填 往这边填 这让开 啊 就可以了 现在呢 就是这边比较塵 好 应该是这样 其实累累啊 都要塵 这边呢 这空着呢 这个地方叫后款处 这个题目可以变一个字体 这是题 然后落下您的名字 今天我们画了一幅双寿图 怎么叫双寿呢 寿桃 寿带 又有桃 又有鸟 内容很丰富 如果您把它送给年事已高的老夫老妻 向他们诸寿 我觉得特别合适 比送蛋糕 比送鲜花 还要强 可能您对这个也很感兴趣 您呢 不妨画一画 学一学 今天的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 同学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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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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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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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